老爸 妈 你要上广东了吗 是啊 什么时候回来啊 回来过春节 回来过春节啊 那到时候你的小弟他们一起回来是不是 是啊 跟小弟一起回来 嗯 老爸 那个户口本在哪里啊 在大姐姐里 在大姐这里啊 嗯 你放在他这里吗 是啊 不是放你这里啊 哦放大姐那里啊 那你这一次上广东家里面这些东西搞好没有 那铁皮房搞好没有 搞好了 水井呢 搞好了 然后到过年的时候才回来啊 是啊 哦 你衣服这些剪好没有 剪好了 什么都弄好了是吧 是啊 在里面也办妥了是吧 嗯 要不要在这里带在我们青州带点特产上广东啊 不用了 不用了 哦那等下你是在这里等车还是叫姐夫 还是大姐送你出去啊 看情况 看情况啊 喝一杯了 喝一杯啊 还要喝一杯啊 是啊 大姐都没煮菜啊 可以了 有菜了 你出来的时候也不告诉大姐 大姐都没煮菜 嗯 喝两杯就可以了 是啊 哦那你少喝点酒啊 是是 嗯 少喝点酒啊 到时候你春节的时候再回来是吧 是啊 哦 老爸 那些鸡啊到时候过年是你回来买 还是我帮你买好 你买好了 我跟你说我已经买了七个鸡 你放到大姐这里养了 嗯 然后到时候鸭的话 我们自栽不是养有吗 我跟大姐养鸭 然后到时候鸭呢 就从这边抓 行啊 要留多少个出来 六七个啊 六七个啊 嗯 那你你们回来过年打算多少天 然后再上广东吗 半个月是吧 半个月那我就呃 跟大姐说留十个鸭出来 然后鸡的话我就抓了七个 有一个挂掉了 够了没有六个鸡 够了够了 如果没够的话再过几天我再去镇上 然后再抓个五个回来十个够了 够了是吧 然后年货的话是你回来买 还是我提前帮你买好 我买 你买是吧 那鸡啊这些我就帮忙买 然后年货呢 你自己你回来买吧 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我帮你买 然后那些你要用的 你自己买吧 好 我跟你说啊 我好还是大姐好 你好你好 我好啊肯定是我好啊 你看鸡呢 我帮你买鸭呢 我先说要留出来 但我还是要赚钱给大姐的 大姐大姐是炸出去的 不一样的我跟你说啊 你别一天到晚想着要大姐给你留鸡鸭了 听到吧 知道了 那你去喝酒吧 喝酒吧 我爸来我大姐这里喝酒了 他呢喝完酒啊就上广东那边了 我姐还没煮菜 我爸就开始在这里喝起来了 他说随便吃一点就可以了 等下出外面的话再买点东西在车上吃就可以了 老爸 嗯 要不要我买点面包啊 牛奶这些给你带到车上去吃啊 不用不用不用啊 我爸喝酒的人他不会吃这些面包啊 然后就是牛奶这些的 他呢只是以酒为主 要不要买一点其他的 不用不用 什么都不用买吗 嗯 那就好吧你在这吃饱一点 我去帮大姐煮饭了啊 好吧 我爸呢今天呢就要上广东了 本来呢我都打算好 然后计划好了 就是说跟小勇一起送他 然后跟他见面 这些的我都弄我都打算好了 但没想到这个小勇啊 提前回桂林了 提前回桂林 就让我姐或者我姐夫 把我爸送到车站吧 我就不送了 因为我呢 我会开车 所以说啊送我爸的任务 就交给我姐 或者我姐夫了 我爸呢刚刚在我姐这边吃完饭 然后上广东那边了 我本来以为这个户口本 是在我爸手上的 但没想到我爸说这个户口本啊 在我姐手上 所以说啊 我得问我姐要这个户口本 然后跟这个小勇啊 去登记结婚才行 不然的话说真的 这个小勇就是别人家的了 你们说是不是 我姐到百分百事